《知識做電商》 歡迎回來《知識做電商》 直播室裏繼續有Christine 再加上我的拍檔 香港電商協會會長 李基全 Hello 大家好 Stanny,你剛從美國回來 先說一下你的經歷 其實這次也很長 去過了一個月 這次我們也看到美國零售市道的狀況其實是好的 油價暫時回復正常一點 沒有我們之前那麼誇張 所以我覺得跟消費市道也有些關係 第二件事很現實的是 薪水升得很厲害 我經常都說 面對同一個狀況就是找不到人工作 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經常找不到工作 通脹那麼嚴重 究竟會出現消費力繼續持續 因為我們都說2020年消費力 其實到了2022年後期的消費力就不太好 那2023年如何呢 就要再看下去 這個都很符合我們看的一些數據 譬如美國上星期公佈了那個數據 即是那些新生職位的數據 還有很多人其實是有工忙做的 是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 譬如我們去到很多餐廳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人的 即是可能是說以前我們的感覺 去到一間餐廳是可能 大家都知道美國給貼士文化很嚴重 這個大家都知道 在說起碼都是15-18%起跳 現在我們去到感覺到是18-20%起跳 而貼士越來越多 他們招呼的人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他們要用 所謂的Server 即是有人招呼你 但問題是你現在感覺到是沒有人招呼的 所以這個就是無論餐飲零售的狀況都很嚴重 當然如果你說科技上 在國內你會發現傳統零售用了很多科技的形式減少人手 但在美國我們自己看到其實就不是很嚴重的 即是就算我們 我可能都記得我再上一次去美國 即是5月的時候 我都分享過在亞馬遜的無人店的狀況 但不僅亞馬遜的無人店不多 第二件事就是 事實上都不是很多的零售 是轉用了很多科技的方法 即是說 譬如我們零售好餐飲好 在國內我們經常見到有很多新的方法 譬如很簡單 國內基本上已經沒有人下單 但是譬如我們在美國去餐飲的地方 基本上都不是很多可以用這個沒有人下單的方法 唯一我們見得比較好的 今次就是電子支付就更加更加成熟了 但電子支付似乎是比較少用我們的 我們用這種形式 即是香港或者國內用所謂的電子錢包的形式 美國就比較多都是用信用卡的形式 但是使用卡的使用 而它的機器我們今次見到是越來越新的 即是包括很多以前 我記得我之前去的時候 一年半載以前去的時候 其實可能都不是那麼多機器 有接受Haywave 還有傳統是刮卡 或者是插芯片 這些都是比較的 是啊 很多都是用這些 我沒有想過 即是我們可以 如果以科技的角度去看 我們可以 真的挺old screen 是啊 沒錯 你也看到很多機器 是用刮卡 以及用插芯片 今次他又會見到 多些用Paywave 所以其實這個電子支付的發展 我們都會見到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啊 講開 即是變化的話 我們都見到 你在美國也不用戴口罩了嗎 基本上沒有人戴的 是嗎 都真的叫做 完全踏入了復常之路 沒錯 完全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說 其實不單止是香港 香港電商的發展 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 這是一個爆發期 到2022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面臨到一些瓶頸 其實到2023年 整個世界都已經開始復常 香港也有復常之路 其實你怎麼看香港電商的發展 會不會又開始蜥微 我想其實蜥微一定不會 這個我經常都說 發展只會是slow down 只會慢 但是問題就是 一雞四一雞明 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的狀況 就是大家都想進駐這個市場 大家都想衝進這個市場去做 究竟怎樣衝進這個市場去做 做多大呢 這個就要拭目以待 因為你會看到 很多傳統的零售 尤其是疫情 我們現在三年後 叫做復常 復常後 是不是大家都還是 這麼迷信 用以前的方法 就是說 傳統零售 只要 好像現在我們所謂 開關了 開關了 那些人就來了 國內的遊客 很少 國內的遊客回來 一回來之後 就會去回以前的模樣 租金又會暴升 租的價值又會這麼高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相信很多老闆 在這件事上都是問號 畢竟我們這件事玩了三年 那三年之後 然後到現在 在復常的過程 是不是真的還是 好像以前那些錢 那麼容易賺呢 我經常都說 這個就是 另一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 既然大家都覺得 原來 世代不同了 那些錢 不可以那麼容易賺 其實也都這麼多 剛才都說 很多也都回不了頭 所以那個電商 在傳統的O2O 或者所謂OMO的融合一定會增加 一定會增加 我聽過 OMO是什麼 其實都是這樣變出來的 就是 Online Merge Offline 其實你問我 其實那件事都是同一件事 來的 不過他的意思是 當他的宣傳推廣 其實是更加融合的 但是我們又想想一下 接下來的電商的發展是怎樣 說真的 沒有肯定的一個結果 我想你做了跨境電商這麼久 甚至乎你也有掩置本地電商 其實我想你日後的發展是怎樣 我想你自己也未必是 有一個很正確的預測 那會不會呢 只是UX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UX 用戶體驗是越來越重要的 因為尤其是你無論是O2O 或者OMO 其實都是在說用戶體驗 因為其實很簡單 經常都說 以前你去酷客 怎樣用酷客的database 不外乎就是 Sales拿了客戶的電話 拿了客戶的電話 然後就發了訊息給他 或者通電話叫他來買東西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轉接的方法 但是現在究竟怎樣能夠 將你客戶的data的電話 你拿了 他拿到店裡你拿了他的data 然後原來不停在定時有一定的訊息 無論是WhatsApp 無論是微信 無論是SMS 無論是聯繫到他 好了 聯繫到他不重要 不止 因為大部分人現在手上 大部分時間都拿了電話 當你拿到訊息之後 他收到訊息之後 他怎樣 點擊回去你們的網站 即是你公司的網站 然後去到網站裏面再瀏覽 瀏覽的過程裏面 然後他增加到銷售 然後銷售的過程 原來在網上又進行下單 但下單後 甚至有些狀況是 點擊的時候 就去店裡拿 或者送來你家 但當他送到你家之後 然後你收到貨 又怎樣再跟 online offline融合 這個就很重要 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整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生意更難做過以前 以前譬如我就算銷售一個產品 或者服務 就算我當服務 即是美容服務 我也要去到那間店 如果有一個銷售 或者有幾個商訊的銷售 林小姐 你今天就什麼 我們接下來有什麼 你還可以面對面 對著他 看著他的反應 但現在就是透過網上 其實原來我們以前發現了 好像網上生意好像很容易做 但原來你心想 那種人學問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不能夠面對面 其實這樣說 你變了的東西不同了 譬如剛才說 你用WhatsApp 現在在香港很流行 用WhatsApp去做這個銷售 雖然你不面對面 但你就可以不停推送很多資訊給他 當他看完資訊之後 但你很被動 我不知道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所以很多時候 他需要你跟他有一個很強的互動 即是說那件事你不只是看訊息 你希望他要回答你 所以其實你會留意一下 很多網紅直播都經常叫你打加一 互動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要希望 這麼像我們做節目 即是我們現在都呼籲 歡迎大家like and share 我們財經直播 facebook live 和youtube頻道 新成長英台 雖然我們就不是問股票 但你們對於電商 或者你們對於網購經驗 都可以和我們一起去 分享一下你的好的經驗 沒錯 不好的經驗 沒錯 所以其實那件事 我們都在做這些事 沒錯 其實那件事需要透過大量的互動 然後搜集到數據 當你搜集到數據之後 你就才知道怎樣upsell 所以還有現在那種營運模式 大家都說了 楊無出在朱身上 其實已經不是好像在以前 那麼直接的 就是說我只是透過一個宣傳渠道 去賣這件東西給你 因為我是希望在你身上 拿了你的數據之後 然後再很多東西怎樣upsell 這個是種種操作的方法 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變化 好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再談 好 繼續回來知識做電商 直播失禮繼續有Christine 再加上Stanley李基全 大家好 Stanley 我想問你 在美國這一個月的完全是生活體驗 因為你都不只是去公幹那麼簡單 你都要實地住在那裏 那我很想問你 當地的網購是hot一點 heat一點 還是以前很流行的那種電視直播呢 其實不好意思 最大的問題是 我是去美國沒有開電視 我相信電視購物仍然存在 雖然我沒有很認真去看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電視購物的habit 都頗值得去探討 因為始終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說美國市場 其實他那個人的質素分野很大 其實那個銷售的渠道透過 大家可能記得 Sears以前是做電話 就是一本書的購物 他們就收拾了 但是其他的電視的渠道 其實有很多人仍然是傳統看著很多很傳統的電視 那究竟透過電視去打電話購物 我相信這個狀況仍然是有的 但是相信坦白說 那個狀況就是老化的了 因為亦都這樣說 今時今日大家看電視 這個不僅在美國 其實看股票也看到了 Netflix 那為什麼股票會這麼值錢呢 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 轉了去看所謂的串流平台 而這些串流平台 其實就沒有了電視購物這件事了 就是你不是開著電視頻道 在那裏播看他買東西 所以我相信 電視購物實際上那個狀況 一定是走下坡的了 但是你說網購 在美國市場 它比較特別一點 那個狀況不見於 好似香港那樣 香港是從來都 一直都是一個很固定的狀況 緩慢上升 那美國就是說 我們看到網購的市場 它每年每年都增長的了 但是你說它很大的變化 突然間好像國內那樣 哇 雙十一做一個什麼 超大誇張的活動 又不見得的 在美國來說 我們看到 就算正常 現在我們說的每年的 所謂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的增長 都是穩定的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狀況有一點不同 當然很dependent 在COVID後期 有些不同的平台 會受到影響 例如我之前也提過 做家具的平台 在COVID開頭的時候 就增長得很快 股票升了十幾十倍都有 但後來 原來COVID後又慢了 又有陸續續新的平台發生 我們上個星期也有說過 拼多多是進駐美國 多了很多不同 拼多多現在旗下的隊伍 都進駐白加拿大 沒錯 所以越來越多平台進駐也會有 其實大家都很看重 這個所謂最大的市場 其實比起中國是第二 所以大家都會明白到實際狀況的變化 不過你說說一些不同的平台 進駐去其他地區 其實我想他們自己都要摸索自己的腦 說回接下來我們這個 2023年的網購新趨勢 我想我們都要給多些tips 給一些有興趣 我想跨境應該要找Stanley來做專家 但是做本地的 有很多都是做本地開始的 其實過往有些什麼變化 為什麼之前做生意好像更困難了 現在 第一就是 都是那句 我沒有個人對著你 我看不到你的反應是怎樣 是的 雖然是 即然可以給多了很多資訊給你 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以怎樣去互動 如果現在很流行的是什麼 現在很流行就是 檢查GPT 現在很流行AI 其實這一類又可不可以幫到手 其實你們是做電商的時候 多不多用到這些 其實越來越多 不過最主要第一階段通常都是客服 那upsell的都有 即都是自己的 即都是真人的 其實客服已經有很多公司的客服 是在用AI去做客服 因為很簡單 就是有很多客服的問題是很基本的 即大家要明白 幾錢 幾時送到 什麼tracking number 跟著那件貨的什麼status 你買了什麼 其實那個投訴是什麼 其實那些東西很標準化 啊 投訴是什麼都標準化 因為大部分 你想想你無端端買了件衣服 當你發訊息給客服的時候 難道你會問他吃飯了嗎 是不是 那很現實的問題 都是問題就是 吃赤馬材質不對 跟著tracking什麼時候到 我想退貨 其實不內乎都是那三百幾十個問題 那其實所以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AI大部分去處理 那所以其實這一種的AI的形式的chatbox 其實現在是很流行 這個已經不是說去到一些很大的公司才能做得到解決的了 其實很多很多中小企都已經透過這個方法 尤其是用電商都可以去到這個方法解決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已經可以爭取到盡快跟客人的互動 減少人手 譬如 如果物流小問題跟大問題都好 你都不夠用AI的成本便宜 所以這個價錢的差異就很多 如果這個客服裡面用到AI 那在物流上面呢 用得多不多 其實一樣的都會多的 因為物流 實在說物流都有它的客服 這個也是追個tracking 其實你現在發覺很多在物流公司 問的時候那個chatbox其實都不是人 都不是真人 當然你說AI人工智能其實這件事很複雜 究竟怎樣人工智能 還有分貨那些 就是在物流流程方面 沒錯 物流分貨大數據分析 其實就做很多 怎樣能夠令到如何有效率地出貨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我記得今次去到我們說 見過有一個倉 十年前其實他們都已經很早 用這些所謂的big data 用的分析 就是去安排它有效率地出貨 我們那時候見過有一個倉 就是只有一萬呎倉 一萬呎倉是一個很小的倉 但是一個一萬呎倉 最高峰的時候 一天有六十個同事出貨 而一天出到十萬個order 你想想這些 其實如果你不是很有效率地運用 你是匪夷所思的 即是你那個人 連企動都行不動 但是你怎樣可以出十萬單 這些操作 都是很多可以幫到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是Effectiveness 和成本之外 其實運用AI 去分貨物流的優勢做了什麼 我想除了另一件事 就是精準度很重要 大家都很擔心錯 很擔心錯 即現在的問題就是 快和錯之間 要怎樣取得平衡 即快通常都錯 但問題是怎樣能夠不錯 但又不慢呢 當然可以很差 你是慢都是錯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都需要花很大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今時今日很多的物流公司 其實它不是一間物流公司 大部分經常都說物流公司 是一間科技公司 即這個除了是資本市場喜歡聽 即在股票市場多大都說自己是科技公司 沒有人喜歡說自己是傳統物流 因為P.E.低 除了這個實際的狀況之外 而事實上我們作為行業的持份者 我們看到操作上需要大量的科技成份 去操作才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你 Stanley 經常說 這一類要有些大數據分析 那分析是什麼 因為你很簡單 你需要知道那些貨的大小 你需要那些貨擺在不同的位置 哪件貨存出哪件貨存出 那就可以Fullly Utilize 整個倉和貨櫃 因為很簡單 你的倉庫放得越久 那件貨越死貨放得越久 那些倉庫位倉庫租 因為可能很多人就以為不是 我給倉庫租就沒有問題 不是的 你給倉庫租而已 你給倉庫租而已 你覺得給了錢而已 我其實賺少了錢 所以如果你留意一下亞馬遜你就知道 亞馬遜為什麼會經常會有所謂的 Long Storage Free 即是當你的貨放得很久 它就收你倉庫租 其實它是不是收你倉庫租 它也會賺錢 但代表你是押了我的位置 我有價值的位置 還有你的貨要不停出不停入 我才能生財 不停出不停入不重要 就是如何有效率 另一個位置 即是同一個空間 如果一個月出入30次 和一個月出入100次是不同的 因為每次出每次入都收錢 那怎樣能夠令到它大部分時間都滿 和出入的時間夠維持得到 這些全部都是科技和數據的技巧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個星期五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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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比在這裡 呼籍 貴… су什麼東西